小月你大姨妈走了吧 你干嘛 没有 你如果大姨妈走了的话 你能不能把三个月的零花钱给我 要零钱就要零钱呗 管我大姨妈什么事 那你来大姨妈的时候 像个更年期似的 我也不敢问你要啊 你说谁呢 钱在包里自己去拿 滚 好嘞 小月啊我先走了啊 小月怎么天地往外面跑啊 我倒在看看你去干嘛去了 南燕子 这是我这几个月攒下的钱 明哥就这么一点钱能干嘛用嘛 你别急嘛燕子 我把小月的这张卡也拿来了 发财就全靠你了 你就放一万个行好了 我肯定能让你挣大钱 你看我才坐几个月就开三号车喽 那是那是 对了那别再吹了我就先走了啊 好 阿明你把卡跟钱给燕子干嘛 小月是这样子的 我亲戚现在带我做投资 挣了不少钱 就想着带你一起做投资赚钱嘛 有这么好赚 还得能够到我们 小月啊 你去村里打听打听 现在村里好多人 都提着礼物到我家找我带 我都没答应了 我们要不是好姐妹啊 排队也能够到你啊 那我谢谢你哦 你啊 还是带着别人投资发财吧 这个卡给我 我另外有用 小月 这是个好机遇 把卡给我 你们就是头发长 见识短 这么好的机会 就这样被你搅活了 你以为我在工具上做事很轻松吗 一点都不再起电了 来 阿明 这个香肠好吃 阿明 你要真实打实地做个生意 哪怕家里砸锅卖铁 我后这脸皮去我娘家借 你要多少我都会给你借过来 但是 燕子她没做什么投资 你有认真地去了解情况吗 我都打听了 她确实是和亲戚挣了大钱 你也知道的她才做了几个月 就开始豪丑回来了 现在什么生意这么好赚钱啊 如果真的能赚钱 你觉得她会来找你吗 喂 车张姐 小玉 燕子要是来找你借钱货的投资 你千万别借啊 嗯 怎么了 她到处在村里找人投资 我了解过了都是假的 她的豪车也是猪来的 嗯 谢谢你啊 车张姐 我知道了 怎么样阿明 你还投资吗 不投了 不投了 小玉 真是幸福有你 不然我们辛苦这些都打水漂了 我知道你想多赚点钱啊 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 但是啊 我们也要一步一个脚印啊 你要知道我们亏不起 我知道了 生意 吃饭吧 我们深情的对话 我们故事还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